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够语言 今天是第八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数组的定义 不光是够语言 在哪个语言当中都会提供数组的数据结构 今天咱们就学习一下够语言的版本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够语言中数组的定义与使用都该怎么做 它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它有什么跟其他语言中不一样的地方 咱们马上开始 代码部分一上来package包 这个是必须写的 不写报错 然后input一个format包 没问题 然后man是咱们的入口函数 这是每个文件都有的 对吧 咱们讲课程都有吗 接下来 数组的定义 怎么定义 大家看 这一行 我乍一看以为走错门了 为什么 怎么这么的像javascript 对吧 怎么这么的像swift 对吧 其实它是够语言 怎么写啊 大家看 好像有点不好理解啊 一上来 那个var 我要定义一个变量 对吧 什么变量 a变量 然后呢 什么都不写 一个空格 这个地方要挑上这个数组类型 同时给定一个为数 这还不算完 后面又跟一个int 我学够语言 当时我就有点晕啊 为什么 你这行代码 为什么不这么写呢 对吧 你这么写 我看起来多明白吗 人家设计者就不这么写 为什么 你这么写 那就不是够语言了 那是c语言 所以说人家就要标新立异 我就不这么写 好不好 那么对咱们学习者来说怎么办 咱们就记住他的写法吧 与其说学习他 不如说习惯他 好不好 OK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好 那么咱们定义完数组之后 马上输出 对吧 因为定义的是int型 所以说它的初始值都是零 好不好 咱们马上运行下吧 然后是这样 今天开始 我给您运行够员呢 采用Google的collab 到上期为止 我采用到本地运行 对不对 结果我最近本地拿弄了 出了点小问题 那干脆咱们就用Google的collab 对吧 我也非常喜欢Google的collab 我也为他付费了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少讯 马上把这段代码拷备过去 拷备到咱们Google的collab当中 然后加上一个反大括号 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在collab中运行咱们的购源 马上开始 Let's go 大家请看 输出了吧 初始值都是零 一共还有五个元素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要给其中的一个元素负值 下标是4的这个元素负值 负上多少 100 负完值之后 咱们输出新数组的内容 同时再把下标为4的这个数组的值 也同时输出 好不好 看下结果 拷备过来 然后运行 大家请看 新数组的内容变成了0000100 对吧 然后下标为4的这个数值本身 也变成了100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这行对它进行了复制 没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数组的长度怎么敲 大家请看 LEN是吧 乍看完以为是python的 对吧 有人说啊 这够元不就是C元跟python的结合体吗 对吧 小二声 别人听见 OK 拷贝快来试一下 拷贝到这个地方一运行 因为它的数组有5个元素 所以说 LEN的长度就是5 对不对 看一下 5出来了吧 没问题 一般来说 面向对象语言 都不应该这么敲 一般面向对象语言都怎么敲 都是A点LEN之类的 这样你出吗 对吧 不 它就不 它就是敲LEN这个函数 取得数组长度 是吧 OK 那咱们就这么做 接下来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 咱们定义一个数组 同时给它附上初始值 这就麻烦了 怎么麻烦 那请看 一上来先定一个B 对吧 因为咱们要负值 定义加负值 所以这地方 要加上一个冒号等于 这是购源特殊的 您就这么记 对吧 与其说学习它 不如说习惯它 然后给定一个数组类型 给定一个为数 然后 这个地方 还要再敲上一个类型 怎么那么别扭 然后大括号不算完 再敲上里面的初始值 这就叫声明 并且初始化一个数组 然后打印出内容 马上看结果 反正如果还没有适应购源的朋友 感觉您适应它 还是稍微花点时间 好不好 OK 没问题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12345 没问题吧 这是B数组的内容 咱们声明一个数组 同时给它复制了初始值 OK 接下来 接下来 咱们再定义一个二维数组 怎么定义 大家请看 VAR 空格 然后数组名空格 敲上二维数组 然后再跟上一个类型 INT 然后咱们怎么循环它 大家请看 我当时看到这个代码的时候 我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 我大学时代学的是C元 当时就是这么写的 两个中括号套上维数 然后两个复循环 一个是I 一个是J 循环给它复上初始值 当时我们写的杨辉三角 就是这么做的 返回我又年轻了 好几岁 好 咱们就运行这件代码 看一下结果 二维数组 够 试一下 执行 出来吧 大家请看 二维数组没问题 同时给它附上了初始值 这个就是构语言 简单的数组的定义 以及使用的方法 不知道您掌握没有 怎么说呢 如果您用惯了其他语言 您使用这种格式 声明数字的话 好像有点不好理解 那么怎么办 既然构语言的并行这么的强大 咱们就有学习它的价值 既然咱们要学习它 那么不如说咱们要习惯它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今天给您分享的构原 数组的定义 以使用的方法 希望您能够掌握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运行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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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